过生日买了个三磅多的大龙虾 用一根筷子插到下边把尿放出来 用茧子把头中间剪开 然后用刀切成两半 清除头中的下水 把虾钳子拧下来 把虾身剪开切段 洗净切好的虾块 放入胡椒粉和盐腌制十分钟 将虾块滚上淀粉 在七分熟的油里炸至微黄取出 将切碎的一颗羊松四瓣蒜和一块姜 慢火炒至微糊 加入酱油和料酒与龙虾炒三分钟取出 将薯条、面包屑、羊松翻炒装盘 香喷喷的避风糖龙虾做好了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